2017年6月,87版《红楼梦》原班人马,在经重筹30周年纪念会,为了筹道前,年过半百的老演员们走到台前,但却受到冷遇。 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还因为众筹受到质疑,王小宇喜欢87版《红楼梦》,看到那一幕,至今感到心酸。 2009年,王小宇从北大心理系毕业,却为了一直痴迷地编程工作进了谷歌,为此他拒绝过BAT的offer。 2015年,为了更方便地学习日语,他自己编程,架构了一个音频资源搜索引擎,这就是他第一个创业项目。 Casterbox的雏形,如今,这位曾任职谷歌的技术极客,又推出了他的区块链产品,Contentbox。 它是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音视频内容垂直供链,这条供链致力于解决节目制作人收益周期过长的痛点。 音视频节目制作方可以提前为节目众筹,在播出时还可以获得链上打赏。 他后来还经常想起87版《红楼梦》那次30周年众筹,细细考虑过如何让音视频质作人,获得更加体面的收入。 他希望通过Contentbox更好地维护知识分子的体面。 身边才经原创文术良辰美女极客的宫链之旅,位于望京的一处写字楼里。 王小宇从一场兴致震撼的头脑风暴中走出来,猪红色长裙,披肩长发,很难想象。 眼前这位看起来轻盈温婉的女子,是有着多年经验的互联网底层技术从业者,以及区块链创业者。 那场头脑风暴里,十几个做区块链技术研究的人围在一起,讨论Contentbox应用推广问题,做技术的他们并不擅长推广,于是思路满天飞,时而传出一些比较热烈的共鸣。 刚从那间会议时走出来的王小宇周深还沾染着思维碰撞时的兴奋感,我们都是一群做产品和技术的,不擅长推广。 但是Contentbox服务号海报一出来,两个小时关注人数就达到了10万。 6月22日,王小宇打开手机边看数据边对深链财经书,王小宇创立的Contentbox目前在区块链创业项目中确实有些炙手可振。 这是一个创建于今年4月份的区块链项目,彼时,王小宇和他的团队,在美国就金山,已经有了一款成熟的音视品波测平台。 Casterbox Casterbox拥有美国最优质火爆的音频节目,一组官方数据显示,其两档音频节目。 Entre Swift Christie's I-Helto和The Sound Series的播放量超过350万。 在全球,Casterbox拥有超过1800万活跃用户。 Contentbox是在Casterbox基础上,创办的基于区块链的底层技术平台,是一条音视频领域的垂直供链。 2015年至今,以太坊的出现,让区块链技术从业者们看到,围绕一条。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公链有太多想象空间。 2018年区块链领域公链频发,被称为区块链公链元年。 公链考验的是底层技术,我们团队都是做技术研发出身的,做这样一条行业公链最适合我们。 王晓宇说,一组关于Contentbox的公开数据显示,其未来计划覆盖175个国家,设置70种语言,目前已有108家机构投资,其中不乏全球顶尖机构。 此外,其旗下Custbox和另外两个内容平台上,拥有包括美、欧、日、韩在内近2000万国月用户,资方队Contentbox似乎也很满意。 和Contentbox团队见面一个小时之内,我就决定,这个项目我们投定了,涅槃资本江浦繁首。 谈到为什么一定要做Contentbox,王晓宇对深列财经说,是因为我们在做Custbox时了解到, 目前音视频节目制作周期太长,有些甚至长达一年,这严重限制了制片人的才华。 他认为这是音视频制作行业里的一个痛点,沉迷技术的他认为,区块链正是解决这个痛点的最好的办法, 让内容创造者更快拿到钱Jackson Bro找到王晓宇的时候,他正沉浸在Custbox研发中。 那是2017年年中,Jackson Bro不是引导王晓宇进入区块链创业的任何关键人物, 他是美国小有名气的音频节目制片人,也是Custbox上的一个用户。 在Custbox他制作的Off-Track with him John Joseph节目很受欢迎, Jackson Bro作为制片人找到王晓宇,是希望Custbox收购他们。 在美国,音视频制作每一步都有专业人士操作,制片人只需要负责其应该负责的工作, 比如策划、包装。 而且,美国音视频节目制作也很专业,他们习惯按计划分,每次制作一季, 然后整体播出,往往一季高品质的内容,制作周期就长达一年, 而收益只能等节目上线后,售卖完广告才能拿到,并有长达90天的广告回款周期, 这个周期对大多数制片人来说太长了。 王晓宇说,一些制片人特别有才华,但是他们制作一期节目,只需要投入几个月, 剩下的大半年时间都在等待节目上线,收益到账,之后才能开启下一周期的制作。 Jackson Bro之所以想让Custbox收购他们的节目, 也是想把自己从资金周转问题中解放出来,以便制作更多节目。 彼时,Custbox也刚推出自己制作的节目,王晓宇非常理解Jackson Bro的处境, 但是Jackson Bro的节目估值只有50万美元,这样的节目本来不是我们核心业务, 收购之后,我们还要分出精力去打理,而且体量太小了。 对于一个创业公司来说,收购不是很好,的决策,王晓宇最终没有选择收购, 但是开始思考,怎么帮助像Jackson Bro那样的制片人。 彼时王晓宇常找在Facebook工作的刘晓辉聊天, 刘毕业与美国维恩州立大学分布式专业, 这是区块链技术中关键的一环。 以此聊天中,王晓宇提到了音视频制片人的资金周转困境, 多次磨合中,双方都想到了区块链,于是说做就做。 几个月后,Contentbox诞生了,王晓宇给他的设计是, 未来在这条链上,音视频节目可以提前公布自己的制作方案, 获得众筹。 另外节目播出时,还能获得链上打赏, 在这条链上制片人不用再为等一年, 才能拿到的节目制作费而发筹。 只要他们想法成熟,足够有吸引力, 就可以提前获得筹款。 王晓宇说,Contentbox公链上还能进行音视频Dapp开发, 目前已经有至少五个Dapp正在Contentbox上进行链上测试, 维护知识分子的体面。 2017年,87版《红楼梦》30周年, 这是一部在近现代影视剧史上拥有特殊地位的作品, 被凤雷经典。 30周年时,原班制作团队和演员希望能回顾他们创造的经典, 发起纪念活动。 但因为大多数制作团队和演员来自普通人, 他们没有流量明星大笔的收入, 没有资金支撑他们去办一场纪念会, 彼时互联网刮起重筹缝, 一部三十多年的老经, 典也不得不追随潮流, 面向公众发起了重筹, 这一幕给王小宇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在他的记忆里, 87版《红楼梦》里, 贾宝玉、林黛玉以及大官员的人们, 一直是超凡脱俗的存在, 现实里的他们也生活低调, 谐身自好, 有些老演员还给他留下知识分子的印象, 没想到三十年后, 演员们大多年过半百, 为了纪念他们创造的经典, 走上了台面四处众筹, 王小宇感到有点心酸, 四月做ContentBox时, 王小宇又想到了2017年《红楼梦》剧组众筹的那些时刻, 如果ContentBox做好了, 拥有超过1800万, 全球活跃用户的ClusterBox就会在系列上运行, 主办方只需要把策划方案放在ClusterBox上, 就能得到喜欢87版《红楼梦》观众们直接打赏或者众筹, 而那些我们尊敬的演员, 不需要走到台面上, 王小宇说, 目前, 打赏功能已经在ClusterBox上开通, 并且已有节目获得几十万元打赏, 众筹还没有真正开始, 在ContentBox上, 打赏是直接到主办方手里, 他们甚至不需要自己推广, 他认为这样就能维护知识分子的体力, 六月初, ContentBox收购海外电台应用RadioBox和图片拍摄了应用Canco, 并对他们对进行区块链改造升级, 此前, ContentBox还与制作网络电影的应美环媒和致力于电竞游戏的威龙文化达成合作, 王小宇介绍, ContentBox供链, 今年年底正式测试, CusterBox将是ContentBox供链上的第一个Dub, 未来ContentBox只需要做好底层技术, 生态上的Dub会越来越多, 主, 本文为深类财经, ID, DeepChain原创, 未经授权, 禁止擅自转载, 转载请后台回复关键词转载。